宣誓人請宣誓 就職宣誓 于僅以致承鄭仲宣誓就任民主進步黨第十七屆黨主席 今後必當遵守黨綱以及本黨之決議 忠於職守奉獻力量 與本黨全體同志共同發展黨務 硬性交接 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請蔡主席致詞 我有三項任務要跟大家一起來完成 第一 我希望更多社會力量加入民進黨 尤其是我要邀請大臺派來入黨 行動改變台灣這幾個字 現在就放在黨部的十樓的門口 是我們新的入口意向 今年一月 台灣人更踴躍地站出來 參與政治 真正地用行動改變了台灣的未來 第二 民進黨要提供年輕世代機會 重用年輕人 也要結合資深黨工的經驗 面對訊息萬變的局勢 第三 民進黨要不斷地進步 我們還要強化網路社群與人才培育的能量 民進黨要不斷地進步 也要鼓勵創新 只有這樣 我們才不會被時代淘汰 這次我們決定爭調黨部的 我們決定要微調黨部的組織 針對網路社群的部分來加強 我期待新的團隊 新的任務 能為民進黨帶來新的前景 也能讓台灣人民覺得民進黨是一個 會不斷反省進步改變的政黨 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